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相会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台湾的经典的车型 我们来介绍的是,今天的主角是 第七代的Akkor,第七代的雅歌 那么我相信各位现在在路上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不少七代的雅歌 毕竟这个车子离现在 第一批离现在大概也还不到20年的时间了 而且这批雅歌的品质还蛮经久耐用 当然在台湾贩售的正式贩售 从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到九代 其实品质都相当的不错 当然销量的各有千秋了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讲的七代的Akkor 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什么转捩点呢 它的销量大幅衰减的一个转捩点 当然它的销量会比不上以前的四代、五代、六代 是有它的一个背景原因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跟大家好好地说明说明 那么七代的Akkor 是台湾本田接掌了整个台湾的本田经销的经营之后 第二款的作品 第一款台湾本田作品是CRV的第二代 因为我觉得台本它选择的CRV也是正确的 因为台湾毕竟在这个大概90年代的后期 开始因为实施隔州休二日 后来实施了美洲休二日 一直到现在带领了SUV这种休旅车的风潮慢慢的起来 所以一开始你毕竟对一个新公司来讲 那当然你要去做一个强棒的品牌 打第一棒 你总不能说第一台车先推一个稀有车吧 这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南洋在跟本田原厂闹分家之后 本田自己跑来台湾做了一个台湾本田之后 第一款作品当然就选择了这个CRV在地生产 那么当然CRV也不负众望了 成功的这个拿下了这个许多的销售的冠军了 当然他不是一直 我这样看了一下数字了 CRV应该是在同级车来讲算是卖最好的 毕竟那时候RAV4这个车子没有进来台湾 因为第一代RAV4被第一代CRV给打爆了 正好有这个市场的中空了 以整个销售数字来讲的确 二代的CRV应该是同级车里面的销售冠军了 虽然当然他的数量跟这个 Escape跟X-Trail户有涨率 但是我们将算一算的确CRV的数量是最多的了 那么第二款作品呢 他就选择了这个Accord的7代的这款车 那其实Accord7代这款车子呢 正因为他比较晚在台湾这边生产上市呢 所以其实台湾的上市的时间呢 比海外的发表时间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这个呢就让这个水货商啊 平均输入的这个车商呢 有了这个先机啊 那我记得当时啊 2002年那个时候平均输入商啊 就是台湾这个最大的这个本田的这个水货商啊 当然就是苗栗的顺意了啊 当时他就已经进口了这个7代的这个 玫瑰的这个雅阁了啊 那售价了当然毕竟是原装进口嘛 就关税汪不当当加一加也是相当的贵啊 那时候卖到什么价格呢 刚刚讲啊毕竟他是一个平均输入商啊 所以他进口的车当然就是以美规为主 那么7代的Accora在美规呢 并没有2.0了 只有2.4跟3.0 那基本上他的2.4跟3.0 四门轿车的报价呢 都在150万台币左右啊 其实相当的高了 那当然配合后来 你对照起这个 不是配合啦 就是你对照起后来 台湾本田本地生产的这个3000cc呢 报价也不过就110万台币左右了 所以其实这个价差是很明显的 那么台湾本田他上市的这个7代雅阁呢 大概比起这个顺义的这些水货这些评书车子呢 大概晚了一年左右了 顺义大概是在2002年年底开始接单引进了 那么台湾本田是在2003年年底开始发表的 这个车型 那么在7代雅阁的时候呢 台湾本田希望呢 把整个产品以及整个Honda的品牌 做一个形象的升级啊 所以从这一代开始呢 台湾的Accora就不再有所谓的入门的低规的车型了 也就是说呢 以前我们有那种配备最差的那种等级的 就已经取消掉了 换句话说呢 讲好听也是什么配备变好了 讲白的是什么 那就是售价涨了 的确 7代雅阁呢 你看他的售价跟同一色的对手呢 其实他的售价竞争力不多 而且他配备也没有到非常的好 而且7代雅阁呢 他有两个我觉得是很致命的一个地方了 首先第一个 7代雅阁他的外形呢 比起6代呢 差很多 6代5代 5代还好啦 5代走比较动感的那种造型 6代是走比较豪华 比较气派这种造型 那么7代呢 又走回了比较动感的造型 所以你看他车头是个三角形的头灯 这在同一车当中来讲是独树一个 当然跟当时的7代的Civic是这个遥乡呼应 而且当时的Globalancer也是做这种三角形头灯 不过三角形头灯在这种中大型的房子上面 看起来呢 当然动感有余啦 可是你说这个气派稳重度呢 当然就是我们打个问号了 不过呢 7代雅各前期呢 他的尾灯还算是气派 尾灯是这个面积很大的 长长扁扁的 然后呢 连接在这个牌照框的两边 那这个外形呢 看起来 比起上一代 这个气派的程度是相差很多了 当然动感的程度也是高级 也是多很多了 这是第一个 他走了一个动感的路线 第二个是什么呢 7代雅各他的中控台的造型 我觉得这是原厂设计的问题 他中控台的造型 其实他的中控面板 从这个冷气出风口 一直往下到下面的置物盒的空间 其实他的宽度是不大够了 宽度不大够会有什么问题呢 好 他很难装所谓的VCD DVD这个萤幕 你要硬装的话 只能装那种收折式的 你不能装那种内建式的大萤幕 所以看起来就没那么气派 第二个是什么 他中控台的造型 我觉得设计真的是有点问题 他中控台最下面是个置物盒空间 那你那个置物盒的空间 那个面积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的内装没有核桃木的话 这个看起来会很廉价 所以这也是一开始顺利他进口的 美国的Honda Accord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他卖到了150几万台币 不过他看起来就是会让你觉得 这个内装好像没有这个气势 没有这个质感 尤其美规基本上 台湾进的这些美规车 大部分都是这个 这个类态化的这个面板 不是这种核桃木的面板 那有鉴于此 台湾本田就做了一个 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是什么呢 好 第一个我这个七代雅各 我全部都做这个米色内装 大家最喜欢米色内装 看起来要高级 第二个是什么 我核桃木完全不吝啬 甚至第一批的顶级的车型 这个他配的还是那种 环仓的核桃木 那各位如果你看过 这个Accord七代的内装 你就会发现 环仓好像不大容易 他就是给你做出来 怎么做呢 没关系 我们一般的环仓核桃木 我们想说 大概就是这个中央台的上原 连着这个仪标版的上原 这样做一个核桃木的一个搭配 那七代雅各 他的中央台 比较没办法这样做 所以他怎么搞呢 很简单 我在西部的地方 也就是中央台的下方 做了一个环仓的核桃木 这个真的在我们台湾 卖过的车子是绝无仅有 当然看起来是很气派 不过呢 这一批的环仓的核桃木 据说只有第一批的七代雅各 才有了 后面就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把它取消掉 那么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配备 是什么 他是台湾第一台 在本地生产 配不到五速自排的车型 你说这样 TOTA那个车子 要配到五速自排 要等到后面的 大概2007年 追加的Camry 2.4 才有到5AT 其他通缉对手 当时也都没有配到5AT 都是4AT 那Accord七代 不管是2.0也好 或者3.0也好 在本地生产的 当然都是配到5AT 这也是一个卖点 当然它的底盘 也是一个很大的诉求 在所谓的四代跟五代 Accord底盘标榜的是什么 双A倍 前后双A倍 那么到了七代 它变成前面 也算是双A倍 但是后面变成多连感 开起来的感觉 又不大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我们刚刚有跟大家透露了 它同时有配到3.0的引擎的机具 那么这个3.0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会回想到 那不对 六代的Accord就有3.0了 是的 六代Accord那时候3.0 南洋那时候在台湾生产的时候 它标榜的是什么 性能 这个同级车最大马力 当然那时候Sephyr还没进入到A33 那时候A33 Sephyr的3000cc的马力是190匹 那么南洋它生产的6代Accord 它标榜的是多少 是200匹 然后它标榜的是这个VTEC 这个性能之王 可是呢 实际的销售来讲 毕竟它走的是动感路线 那Sephyr走的是高级路线 而且A33出来 好啦 我虽然可能动态没有你好 但是我马力数字比你大 我220匹 所以其实6代的Accord的3.0 卖的实在是很差了 那么期待呢 期待我们就账面数字来看 OK 它这个引擎有换新了 它用的是这个3.0 IVTEC的这个科技 然后最大马力拉到240匹 当时也是标榜这个台湾 史上生产最大的这个马力的车子 不过呢 这个车子跟6代雅各3.0 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坦白讲它配备也不怎么样 就是说你对照起这个Sephyr 3.0 这个真的是闪边去 所以当时呢 这个台湾本田 它在7代雅各的这个行销上 它也是走比较动感路线 它也不太强调它的豪华 不太强调它的高级 那么最重要是它的售价呢 其实竞争力也是有限 我们刚刚讲嘛 7代雅各虽然它取消了所谓入门级的车子 那象征就是它的售价都往上拉嘛 那我们以3.0来讲了 它3.0的价格呢 将近110万台币 其实那个钱你可以去买Sephyr 3.0 没有问题了 而且呢 Sephyr 3.0 它的配备又更加好 而且它这个V6引擎 真的拆起来就是艺术品一个了 我们之前在介绍A32的时候 有跟大家好好的 垂须过这颗引擎 有多么厉害了 所以呢A32.0从一开始到后来 我就期待了一开始到后来 其实它的销售数字也就还好而已 也就普普通通而已 只能说呢 你对于2.0的动力呢 你觉得还有一些往上升级的空间 那你可以去考虑3.0 就这样 那个3.0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地方了 那么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台本当初在这个车上市之前 一定有做过所谓的市场调查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这样子卖的话会卖不动吗 其实呢 这个是有原因的 台本第二款作品之所以没有选Civic 而选择了Accord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台本当然现在台本也是 就是他所使用的生产工厂 是以前台湾的大庆机车 就是以前台湾的苏巴路的屏东的厂房 当然现在也是 只是大庆他本身的产能是有限的 那加上CRV本身是热卖 所以HONDA他评估了一下 如果他第二款车子做了一款很热销的 销量非常大车 其实他产能是做不来的 那Accord这个车呢 他想说OK这个车子够高级 那我希望拿来做一个品牌形象的提升 所以Accord这个车子在期待的时候呢 台本并没有想要去充什么销量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台本为了要重新塑造经销商的形象 所以他推行了不二价的政策了 那其实不二价这种政策要怎么推行 这非常简单 你就是把业代的奖金砍得干干净净了 换句话说呢 业代他没有什么奖金可以回馈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自然也就杀不到什么价格了 所以Accord这个车子不仅售价比较高 配备比较少 重点是杀价空间还没有比较好 你看那个Safio 或者他排价是比Accord来的贵 可是不好意思 Safio那个车子动不动 你可以杀个六七万七八万 杀得开开心 Accord这个车子 当时啊 尤其是DP 当时你可以杀个几千块 你已经算是很厉害 超级强了 所以当在这种前例之下 大家觉得 哎呦 你跟我们以前买的雅各的这种习惯不大一样 然后你这个车子 售价又比较贵 又这么的硬 所以当然它的销量 当然就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后来台本也觉得 这个销量好像比预期来低 因此呢 7代的Accord也推了蛮多的特资车 比方说所谓的Absolute 比方说什么Type 2 这些特资车呢 来提振一些配备 来加强一些买气 但是这些效果呢 就我们实际上看起来 其实也蛮有限的 不过反过来说是什么呢 Honda台湾本田 它走这个精致化的路线 走这种高级化路线 当然也给消费者一个感受 说我买雅各 是我跟人家品味不一样 我的这种尊贵的感受也不一样 所以慢慢的有分离出一些 以前不一样 以前跟以前六代五代 四代雅各不一样的课程出来了 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收获 那么时候台湾本田 还借由了这个博恶价政策 推了一个台湾汽车史上 破天荒的一个促销方案 什么促销方案呢 零利率 那大家会说 零利率又不是什么破天荒的事情 零利率到处都有 现在到处都有零利率 不好意思 Honda它推的零利率是几期呢 像我们一般 我们在办贷款 我们在办月工的时候 大概就是所谓的36期 48期 对不对 你厉害点 你办到60期 现在就算我们 现在这种汽车 这么难卖的捷骨验 你要办到60期都不大人 为什么 因为其实所谓的零利率 也是车商拿钱去贴 这个所谓的补贴席 贴给这个银行 对不对 那么60期的这个补贴席 是很很高的 当时Honda推了一个 更恐怖的东西 叫什么 叫做72期零利率 也就是说 你买车 你可以分72期 那对于消费者 这个吸引力就来了 我今天拿现金去 跟你一次付清 一次买 你也没什么降价空间 那我跟你贷款72期 我还可以把资金 拿来灵活运用 对不对 我不用现金一次给 对不对 价格也是一样 也没有加上去 所以72期零利率 这个促销案出来之后 Accord期待的销量 就提振上去了 不过很快 Honda就取消这个方案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才是很伤 对他们销售的利润 什么毛利空间 是压缩的很多 所以这一批72期零利率 好像只卖了一年 还是一年不到的时间 那当然很有种的是什么 后来这一招 被另外一个车商给学去 是台湾的SARB 他也学了72期零利率 而且SARB更厉害 我不像台本一样不二价 你要跟我办零利率 我排价还可以跟你再降 当然后来也是搞得乌烟瘴气 这个有机会再慢慢跟各位讲 总而言之 当时Accord期待 因为他的这种品牌策略 还有他的形象的策略 导致他的销量不如预期 后来也推了所谓的特资车 还有所谓的72期零利率 慢慢的把这个销量慢慢有点稍微带起来了 但是对于七代雅各更大的考验是什么 是在产品中期小改款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台湾本田是在2003年年底 推出了这个七代雅各 那么到了2006年年底 他推出了小改款 这个小改款 为什么对七代雅各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 七代雅各他的外形比起六代 他走的是更加的动感的一个路线 比方说三角形头灯了 还有这些内装的这些铺层 铝圈的造型什么的 那么在小改款之后呢 不好意思 更动感 我们刚刚讲 在R-Core 7代前期的时候 至少他的尾灯看起来很气派 很大气 这种感觉 不好意思啊 小改之后把这个大气的尾灯改掉了 小改之后的七代雅各呢 他的尾灯走三角形了 比较像Benz的C-Class 那个样子的三角形 就是202的那种三角形 然后呢 他在里面放了很多LED尾灯的灯泡 所以他的车尾的尾灯亮起来的时候 是很绚丽的 这个很Sparkling的 但是呢 相对的他的气派的感觉 可以说是四个字叫荡然无存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台湾已经开始对于 所谓的米色内装开始有点厌恶了 开始有点腻了 所以呢台本就顺势呢 小改款之后的R-Core 7代呢 就改成黑色内装 那各位 一开始我有讲 这个原本这个美规的这个平书车呢 美规的水货车呢 他们就是因为黑色内装的关系 所以让整台车内装看起来质感是有限的 那么这时候呢 台本主动呢 把这个7代雅阁后期的变成黑色内装呢 这个真的前期后期啊 你那个照片内装家一看呢 你会发现后期的内装看起来就是很廉价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中控台 下面那个植物盒那边 看起来就让你就觉得 好像连那个Civic都不如啊 加上你的外观呢 真的是谈不上什么气派可言啊 所以7代后期的小改款的雅阁 卖的真是有够差的啦 然后再来呢是台本可能也看破了 所以他在前期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主打色是这个香槟精啊 或所谓的土豪精啊 那么后期他的主打色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绚丽的一个红色啊 也不算纯酒红 也不算猪肝红 反正一个很绚丽 很迷很魅惑的一个颜色了 换说他是标榜什么 就叫做时尚啊 就叫做品味 当然你这样子搞 人家其他同级车都是搞这个气派豪华 配备什么的 你自己孤方自长 所以呢这个7代前期的雅阁呢 销量已经不怎么样了啦 那么后期的销量就更加的惨 所以各位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你在路上看到的7代雅阁 大部分都是前期的 后期能力度其实相当的低啦 这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在 当然啦 这些改款下去呢 伤害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3000cc的车款嘛 我们刚刚讲 3000cc的这个在前期的时候 配备也没有别人强啦 然后性能当然看起来比别人好啦 可是跟市场主流就不合嘛 那你后期了 不好意思啊 全车系基本上都涨2万啊 那后期呢 他就是多了一个叫VSA 然后呢 他也没有把这个手制牌放进去里面 所以后期的3.0销量是更加的稀有啊 我在想啊 后来台本引进的这个4代Legend 搞不好卖的都比这个啊 这个7代后期的3.0来的多啦 后来呢 当然这个销量越来越差 所以这个台本也把重心 慢慢的移到所谓的这个8代的Civic 那7代的Accord呢 就慢慢的就只好这样子慢慢卖吧 就继续卖吧 卖到后来由8代来接手 当然8代的雅各呢 又带来一个新的气质是什么 8代的雅各呢 因为他车身大幅的放大 所以呢 他不仅外观很动感 而且这数大便是美嘛 大就会气派 那所以呢 8代雅各呢 又带领到雅各这个车系 又带领到一个新的城市 那至于8代雅各 到底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之后会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好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跟大家回味 7代雅各这一台车子 他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故事了 所以呢 各位下次在路上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呢 记得回忆一下 回味一下 他可是当年台湾第一台 就地生产的武术自排的车型 而且呢 当时是波尔加 还有所谓的七蛇旗林律律 都是7代雅各他所创下来的 丰功伟业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咯 拜拜